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避免接触放射线 长期频繁接受的话 会有可能会影响胎儿的生产发育 如果这个时期内接受较大级量X线或者CT造射 可能会发生流产 早产 小儿的畸形 脑水龙等等 甚至死胎 但是不是绝对的 很有一点就是怀孕早期做CT检查 对胚胎的影响是全或者无的 也就是说要么就是前生全部的影响 胚胎停止发育 自然流产 要么就是没有任何影响 CT利用电子计算机技术和红缎层图造枣方式 将X线穿透人体每个轴红的组织 一次CT检查 收到X线收入的量 比X光要大得多 对人体的危险也相对要大一些 所以只要不是病情迫切需要 嘴妈妈们应该是尽量不要做CT检查 如果必须做CT检查 应该在非检查部位放置防X线装置 或者如果例如就是签衣 签维薄 签维裙等等物品 来避免和减少对胎对宝宝的影响 怀孕期间 尽量不要做CT检查 如果是必须做 必须做检查 一定要提醒CT医生 检查时做好防护 将损害降到最低 优优独播剧场——Yo Si só Come MIKE 业务聘独播剧场——Yo SinoO